休斯顿中国城地区的强岸 困扰着当地华人 虽然许多民众自告奋勇 自主社区保卫队 但终究非长久之际 因此找到正确管道 向警方寻求协助 也许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西南区管理委员会区长李雄就表示 希望民间团体参加 该区举办的例行社区安全会议 向警方首长直接反映中国城治安的忧虑 人家常说我们华人是不是总是受害团体 我想我们是唯一一个管理区 在这个公共的安全会议 可以请到所有分局的局长 跟警察局局长来开我们会议 所以你有什么抱怨 有什么需要跟他讨论的 应该在这里发生留意记录 那我想很多媒体都会参加 你有什么认为说 你今天为什么质安这么差 我们不要只在我们的区域里面 谁是解决问题的 第一个我们自己要注意安全 第二呢当然是警察 但是你要跟他对话 那什么是最好的方面呢 就来参加我们的Safe 这是李雄区长受邀参加 休斯顿台湾松年学院开学典礼上的一次公开演讲 他邀请大家将社区问题 直接在主流社区安全会议上阐述 留下会议记录 演讲结束后 宋年学院参美分董事长 许盛红院长 随即赠送该学院的月貌 向主讲人质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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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面在这里 我不是市场 宋年学院每次活动 总会安排社区代表 在会中演讲 内容从身心健康到社区安全议题 希望增进该院会员的生活品质 当天前来管理的休斯顿巧教中心陈一方主任 途中突然迷路 但三秒钟内立即悟出为何迷路的真理 忽然间三秒钟我悟出一个道理 其实上帝已经给我们一条路了 我们会迷路是因为我们信仰不坚定 信仰不坚定怎么办呢 唯一解决的两方就是我们宋年学院 常邀请我们两个来参加活动 这样子我们把路走熟了 把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核心价值建立之后 就再也不会有迷路的问题了 好 当天无法出席的罗富文处长 特别录制一段影片向大家致意 我再次要感谢宋年学院 陈美芬董事长及许院长 能够尽力地为我们休斯顿地区的长辈 给朋友们安排各项的课程 让我们长辈有机会 回到学到 人生就像爬山 成都我刚才所说 我们如果能够继续努力下去 我相信我们的人生是美好 修年学院不断开设新课的作风 为自己在招收学员方面 收到不错的效果 让这一次出席的 休斯顿国庆筹票会主任委员刘志忠 当下报名该院的高尔夫球授课教学 活到老 邪到老 在座的各位就是最佳的典范 那为了效仿大家 我将加入今年的那个高尔夫球那个课程 代表美南旅馆工会出席了叶德云前会长 当天也说明了为何宋年学院与该会 有着剪不断的深厚情谊 旅馆工会 美南旅馆工会跟这个 宋年学院是双胞胎 有陈美芬董事长在这边 那旅馆工会我们是 陈美芬是我们的荣誉旅事长 永远的旅事长 宋年学院经历去年这一场疫情浩劫后 全校师生越挫越勇 网络加实体教学不断精进改善 目前不但顶过了最艰困时期 课程也已结合网络与实体方式逐渐恢复正常 让该院领导层感到无限行为 特别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抽空 来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 我也要在这里谢谢 感谢神 这一年来虽然疫情的情况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在神的眷顾之下 一切都顺利过来 特别我也要谢谢我们很多 爱心的朋友们 以及各商业团体 以及银行界 或者是所有的朋友们 因为你们的热心支持鼓励 使我们宋年学院能够顺利地走下来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报告 为宋年学院鞠躬进瘁的美南旅馆工会 陈庆亮会长表示 与宋年学院一起度过了多次艰困时期 也是一项信心胜的考验 从2010年开始 这个故事要讲起来很长 我就已经参与了宋年学院 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找 要从恩惠交费搬出去要找地方 在这个当中我们经历到多少的困扰 多少的祷告 多少的阻挡 最后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宋年学院继续学习 这是我在这个信心上面的一个谋略 许升红院长表示 人生在不同阶段 因为现实环境的不同 所蕴含的意义也会不同 大家到了现阶段 如果能调整心态思维 也许就能有更正面的人生价值观 我们活到现在 应该是去追求说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要重新去思考 突然发现这些问题 那这个才会导致正面积极的病往前走 宋年学院目前虽然已经开学 但由于课程皆为休闲才艺性质 无所谓进度问题 因此接受有兴趣的民众随时报名 并可以预先试听课程 再正式报名 请不吝点赞 哦 沙特 当然 沙特 也不顿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